哈喽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出来了,我带你们去看看拉萨的街头,舍不舍跟你们想的那样 漫步在拉萨街头,买奶茶和炒板丽,与路上的行人聊天,在公园里跟着跳光唱舞 对当地民众而言,这是再品尝不过的生活 但不久前,一位意大利博主将他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拍成视频发布在网上,引起不少外国网友的关注 五年前,瑞丽来到中国读研究生,因为喜欢上了中国,毕业后就留在杭州工作 为企业提供室外咨询服务,日常他也会和爱人一起拍视频记录在中国的见闻 提起出道西藏,他说,最大的感受是跟想象中不同 在维其境一周的行程中,他们体验了拉萨的衣食住行 令瑞丽印象深刻的是在当地一所小学里看到不同民族的学生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场景 现在就上赞语课 他们回上海上赞语课,但是当然也是学韩语的 然后老师平时上课都是用韩语,但是赞助课 但是有一个赞助的老师给他们讲赞语 然后学生们中间的话,他们就说普通话赞语都有 在中国看到的越多,越能感受到外国网友对中国的了解太少 为此,瑞丽也会将视频配上三语字幕,同步发在外网 视频下的评论中有鼓励支持,也有揣测与质疑 但在她看来,这些都不需要过多辩解 这些视频不是演绎,也没有脚本 这也是人们喜欢他们的原因之一 我们就在那边坐楼,在街上随便坐一坐 跟别人交流啊,聊天啊 其实那一刻,没有任何的脚本 我们发在这个YouTube还有Facebook主要是 然后,比如说我们拉萨的视频 在YouTube大概有将近70万人看 后方亮 然后,但是我们国外平台的话 就是会,所有视频都会加三语字幕 英语,意大利语,还有中文 吸引到了很多就是国外朋友的评论 就是,也很多人不相信是那样 但是其实我们记录的都是我们正式看到的 我们所见所问的 我们就是做好自己就好 用镜头展示真实的中国 为国内外的网友提供一个客观的 可以了解中国的途径 关于未来,瑞丽也有不少计划 中国很大嘛 还有很多地方还值得去看一看 比如说新疆 我很想去新疆 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去 但是我肯定要去看看 亲眼看看新疆的生活 再次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